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后将到 如今就事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开我眼目 使我看见 因主为我将献成烟 赠你自若求教在我手 困所解开是我自由 甘我准备听进主旨 安静等候因主指示 开我眼目使人的灵 求光照我 开我耳朵 知我听见 因主说话宣告成言 当我听见 当我听见主说话声音 集念献声 戒失忠认 甘我准备听进主旨 安静等候因主指示 开我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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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 酸遍遍遍地上 靠主使我将心门打开 靠主使我将心门打开 靠主使我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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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 顶姐妹早晨 因着疫情的缘故 我们不能够遇上的每一位 回来教会敬拜 在这里都勉励顶姐妹 无论回来教会的 或者留在家的 我们都要好好地预备自己的心 来去敬拜我们这位大君王 在这里正大家低头祈祷 坐在高天之上 满有尊荣 并且充满慈爱的全能大君王 我们怀着战经 并且带着喜悦的心情 来去敬拜你 主要我们要赞美你 昔日你差遣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这个遗路之地 进到你所预备的加南美地 开展你的救赎计划 主要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为到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 死后复活 升天 象征着你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 让相信你的都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 能够进到永生的角度里面 圣灵啊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保卫师 也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者 让我们行走这条天国之路的时候 我们不会感到孤单 并且靠着你能够重新得力 主啊你实在好得无比 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使者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主你的爱 主你的救恩 让更多人来到归向你 愿万民归向你 愿列国归向你 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 愿你的名永远被高举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命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主来平安 我们今天能够在空中再次见面 祝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去敬拜主 今天想和大家来到去分享 这个神的话语 讲到我们在 怎么样来到去接待 主耶稣基督 大家先低头祈祷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在这个主耶的早上 我们借着这些的Zoom 这些的录影 来到去分享神的话语 求主都是继续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 让我们用心灵诚实 来去敬拜你 祝你洁减我们的罪 最为帮助我们离开罪恶 帮助我们能够专一的去敬拜你 用这个心灵诚实 将我们的爱奉献给主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恩讨告 奉主耶稣明求 霸门 好 我们想这个录影 回回头先 今天想和大家 就是说到我们行走这个天国的责路 那我们找回这个 对不起 OK 找回这个题目先 行走天国这个艰辛的路 那我想特别说到一个很艰辛的窄路 因为主耶稣说到 是这个进入永生是一条窄的路 走着的人也少 但是去到这个灭亡的时候 是很欢阔的路 很多人是走一个灭亡的路 他们不肯走这个被主拯救的路 那今天我着重来讲到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 帮助我们行走这个天国的责路 所以我们的分题就是 我们怎么来到去信服圣灵 接待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心里面 若汉福音说给我们听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似他们权柄作神的乙女 我相信这个愿意接待主耶稣基督的事 都是圣灵感动我们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盘 接待主耶稣基督 那我三方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听从这个圣灵的责备 为什么是一个艰辛的路呢 因为圣灵是责备我们 是convict我们 令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为什么是一个艰辛的路呢 因为我们要配合圣灵的感动 因为我们要运用圣灵的图造 是我们去配合他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责路呢 因为我们要运用圣灵 所给我们的恩赐 不是荣耀自己 但是我们要造就去服侍其他的信徒 所以这三样的事都是违反我们人的本性 违反我们人的本性 我们人不觉得自己有罪 我们人觉得自己是很好的 我们人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 我们不需要主去修剪我们 图造我们的圣情 我们人觉得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财干是很好 所以我事实上就是用这些财干引以自豪 不知道神给我们这些财干是去服侍其他人的 先跟大家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至十一节 这里话他圣灵既然来了 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那我就把这些字 特别是用黄色的字来讲到 是责备 我们人责备自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为什么责备自己呢? 我们要为罪 因为我们是不相信神 第二我们要为义 因为我们往主耶稣基督已经往父那里去 我待会慢慢再详细来解释 第三为什么我们要责备自己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 圣灵的责备呢? 刚才我说过是一个conviction 不是一个condemnation 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 是使我们悔改去重新进入神的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每一次耶稣说实实在在 真是很实在的事情 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有关生死的事情 有关永生的事情 人又不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进入神的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个水是解释的是一个肉身的生命 我们知道有这个水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生命 但这个生命是一个肉身的生命 所以无论哪个地方 好像那些沙漠 当有水来的时候 很多的植物 很多的动物 是得到一个生命了 同样我们人呢 我们人呢 出生的时候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用水养住的 所以这个水是讲到 这个肉身的生命 但是单单肉身的生命是不够 它更加是讲到这个圣灵生的 所以这个写作的手法是一个平衡 一个人肉身的生命 和一个圣灵的生命 从灵生的就是灵 好像圣灵生了我们 但我们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傲秘 生命是一个傲秘 我们的肉身 怎样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人呢 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了解 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 是出于仁义所生 但也都是好像说呢 我们被生的人呢 我们好像没有一个权去选择的 我们呢 在生命当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呢 在什么乡下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时代出生 在什么家庭背景里面呢 好像我们完全呢 可以说实实在上 我们呢 没有选择的权利 但是说到呢 这个灵生的事呢 就很奇怪喔 我们有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呢 是接受这个圣灵的重生 或者我们呢 就是呢 我不接受 或者肉身的生命就够了 所以人死如登灭 死了就算做了 这个呢 不是这样的事 这里讲到呢 我们可以被圣灵所重生 圣灵怎么重生呢 正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经文呢 圣灵来责备我们 也都是说到呢 我想特别提一下呢 圣灵呢 不是一个强制人的灵 他呢 在这里呢 是等待 跟我们呢 甘心情愿呢 去愿意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神的角度呢 是一个爱的角度 我们不是被逼进入神的角度 我们因为爱 我们选择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呢 是进入神的角度 有一次圣经很出名的 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圣经就是启示录 第三章二十节 很多人呢 以为这次经文呢 是被那些 已经未信主的人 但呢 却是呢 原来呢 这次的经文呢 是特别讲到呢 我们信主之后呢 仍然呢 我们是 一早被圣灵感动 是打开我们的心门 接待主耶稣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的分题 如果大家记得呢 是讲到 接待主耶稣基督 是甘心乐意的 这次经文呢 怎样讲呢 他说 看啦 我站在门外叩门 是主耶稣 若有听见我的声音 就开门的话呢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坐直 讲到很特别的 我与他 他与我 是甘心情愿 主耶稣很愿意 和我们一同呢 去坐直 我们都愿意呢 和主耶稣一同坐直 每一次讲到坐直呢 是一种快乐的交通的意思 好似我们呢 人呢 吃饭 我们跟谁吃饭呢 他与一些我们的朋友 我们呢 享受他的同在 享受跟他们的交谈 他们也享受呢 我们跟他的交谈 那我们才会坐在那里 一同用餐 吃晚饭的 如果大家没有这种的 爱的联系呢 我们呢 就不会吃饭的了 好像呢 我们的广东人说 有些吃饭呢 好像背脊骨落的 就是说你不愿意的 但是呢 圣灵不是这样 主耶稣不是这样 主耶稣呢 是在等待着我们 开门给他 刚才讲到呢 我想特别是讲到 这个罪呢 再重新讲回呢 这次的圣经 为罪 为疑 为审判 为罪呢 就是我们 不相信 主耶稣基督 什么叫做 不相信 主耶稣基督呢 是我们 不相信 神爱我们 我们不相信 神爱我们 在一个地步呢 将主耶稣 派下来 成为 这个羔羊 一个被献上的羔羊 我们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神的存在 我们是不相信 神那么爱我们 竟然间 他将他的儿子 主耶稣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罪呢 这里讲的罪呢 不是一种 我们作奸犯科的罪 罪呢 我觉得有两种呢 一种呢 我们大家很明显的 如果你吸毒 你作奸 杀人放火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我们这个是一个罪 但是问题呢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更大的罪呢 不是这些低层次的罪 我们更大的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种的 以为自己是好的罪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过呢 我们不想 接受神的爱 不想接受神的救恩 我们的罪是 我们自己选择 步向死亡 我们不想呢 接受这个的救赎 举一个例子来讲 好像现在的COVID-19 这个疫症流行 有疫苗呢 已经是可以用得的 大家可以用 可以救我们 但是很奇怪 就在美国来讲 我们有这个疫苗可以打的 但是那些人呢 他是不相信 去拒绝 来去接受 所以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 这种的COVID-19 那个变种的Delta 是更加猖狂 很多人呢 是死亡 很多人呢 这些死亡的人呢 大部分是他们 不肯接受 这个的疫苗 我用这个例子来讲到 很多人 步向永远的死亡 因为他们不肯接受 这个的救赎 主耶稣给我们的救赎 神差他 儿子给我们的救赎 在天下人间 有次下别的灵呢 是可以使我们得救 这个救赎 永远 永生的救赎 是以后主耶稣 透过主耶稣 我们才可以得着的 所以第一个罪 因为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接受主耶稣 第二个罪呢 是为义 这个义是讲到 我们的自义 义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我们可以得到 神的喜悦 我们可以去到 神的面前 我们以为自己 做很多好的事 有功德的事 我们才可以得到 神的喜悦 原来呢 我们无论做得 什么好事 如果我们不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最终都不能够去到 父神的面前 所以 为义呢 是我们 靠自己的自义 那我们今天呢 祈祷 在祈祷 后面的时候 我们都说呢 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祈求 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奉 用主耶稣的名字 来祈求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好处 我们这些祈祷的好心 都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 神会接纳我们 只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才可以得到被称为义 好似阿巴勒罕 相信神 神呢 就以此呢 为祂的义 义呢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不是靠我们的功德 不是靠我们的好处 所以第二种的罪 这个呢 我觉得一个 我们人呢 好以误解 我叫这些叫做高层次的罪 即是更深的罪 因为我们自己 以为自己可以得了 所以畏罪畏义 这个义呢 原来我们 声明了 帮我们集力 原来我们做的那些好事 我们那些好事 原来是一个偶像来的 我们呢 去拜那些东西 我们想达到一个 一个很完美的人 这些呢 这样的理念呢 这个义呢 原来不是主耶稣 我们反而去拜偶像 第三个就是 这个审判 这个世界的王呢 已经受了审判 原来我们责备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无法逃避神的审判 有日我们去到神面前呢 我们知道 我们无法逃避 主耶稣说呢 当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呢 每一句说话 我们暗中所说的说话 都要是显露出来 人怎么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呢 我们人很喜欢隐藏 逃避 这个是为审判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不肯向神认罪 今天如果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 有很多一句话给我们听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今天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就趁着现在 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过错 我们得罪神 好叫神的补血 可以是主耶稣的补血 可以遮盖我们的罪 我们就得救 被称为义 所以圣灵责备我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都不去爱神 圣灵责备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以为 自己所做的是公义的事 圣灵责备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逃避神的审判 我们跟从了魔鬼去行 魔鬼就是隐瞒的者 是一个说大话的知乎 隐瞒隐瞒 将我们的罪隐藏在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天审判的时候 没有办法可以隐藏 圣灵然这样责备我们 我们就悔改 我们就认罪到主的面前 得着这种新的生命 被圣灵重生 可以进入神的国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听到的人 第一件事搞清楚 我们有没有走上这条阶路 我觉得很多的基督教徒 他们还未重生 这是一个直觉的感觉 因为在他们的行为方面 在他们的言语态度里面 不觉得他们自己已经重生了 还有一种人的骄傲在里面 因为他们没有受圣灵的责备 灰改归向主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接受主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救主 我记得有一次 帮一个很深硬的人 讲福音 他的儿女告诉我 我的爸爸很深硬 不肯相信主 于是我进去的时候 求圣灵去到房间里面 他在病当中 我们就跟他谈 我第一句问他 你知不知道 你的儿女很爱你 一个严父 很少去承认 他的儿女很爱他 他点头 他说他知道 接着我第二个问题 问他 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很爱你 他想了一下 他很诚实地帮我说 他让我知道 我接着就问他 你愿不愿意接受 主耶稣这份爱 去赦免你的罪呢 他就点头 他让我愿意 就是这么简单 他那天就信耶稣 成为神的儿女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爱 成为他的儿女 可以得着这个得救的把握 进入命生里面 进入神的国 但是圣灵的工作呢 不是在那里停止 圣灵开始的工作 是感动我们呢 是信耶稣 圣灵的工作 继续感动我们呢 被神呢 去陶造我们 改变我们的圣情 好叫我们能够结果子 培育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品价 给一个很多的果子 来到荣耀神 圣灵第15章 圣灵呢 不是呢 但是我们要呢 反过来想 原来神的简选 是神的恩典 好像保罗说 他不是简选 神不是简选 这个世上有学问 有知识 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 神简选一些卑微的人 简选一些软弱的人 我们竟然间呢 可以呢 被称为神的儿女 好像圣经里面 讲到的几个例子 我们呢 是被adopt的 我们是被修养的 本来呢 我们是在孤儿园住的 但是呢 神简选我们 本来呢 我们是一些东西的知识 神呢 让我们接枝接上去 可以呢 来到这个树上面 可以来到去 去结出果子 神简选我们呢 不是要我们做一些 光光烈烈的事 大家记得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信徒呢 特别我们在东南亚 在香港来的 我们一生里面呢 觉得呢 我们要做一些 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呢 觉得一定要挣扎 做一些很伟大 很聪明的事情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呢 这些的工作呢 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的态度 但是呢 神要简选我们呢 成为多人的祝福 简选我们的结果子 生命里面有转化 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他的品格呢 不配合 原来呢 这个是更加可怕的事 一个似乎很伟大的人 做很多都是慈善的工作 让你发觉 原来他后面的动机 不是出于外 是一种自私 是一种出于驕傲的一种的态度 你要发觉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约翰芳15章第18节呢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名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圣经里面呢 有这个Glory 英文字呢 是我们经常用的神的Glory 但是圣经里面呢 讲到呢 人的Goodness for our good 就是我们的好处 一个很品质的树呢 它会能够很品质的生命呢 它会结好果子的 一个树里面呢 如果那个品质不好呢 它的果子呢 就会坏的 人的果子 有时候我们可以呢 不单止在行为做个事 在我们的言语当中 会演出来 雅各书说呢 这个坏树 不会结好果子的 我们人的生命呢 我们口的言语呢 有时候我们会出一些 double standard 我们会讲一些就座人的说话 那些不好听的说话 伤害别人的言语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会赞美神的 它发觉这种的斗争在里面 所以圣灵呢 在我们心里面呢 要塗造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里面生命 这些不好的杂质 在里面的杂质 是完全的除去 圣灵的工作呢 是不断的塗造我们 收剪我们 好叫我们多结果子 阿拉太书第五章 22到23节呢 我相信信徒呢 都很明白 这个圣灵呢 九种的果子 或者九样的表现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我喜欢把它分成三类 人爱喜乐和平呢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 好的关系呢 我们就能够有 人爱喜乐和平了 然后忍耐恩慈良善呢 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因为圣灵感动我们呢 我们就能够 向人呢 發出忍耐恩慈良善 良善 然后呢 第三种的关系呢 信实温柔节制 是讲到我们自己里面的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信实温柔节制 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管核呢 我们不会信实 我们不会非福相信神的爱 我们不会有温柔 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我们不会有节制 有时我自己都在笑自己 其实这九样的果子呢 靠人的方法 人的修炼呢 一样都没有 我不知道哪方面呢 讲到这个圣灵的九样的果子 你哪方面最缺乏呢 但是感谢神 神呢 派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生里面 都要在这九样的果子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结果 不断的增长 如果我们信主信得来 我们有时会感觉到 我都没有什么 为主做什么的工作 我们不要跌入这个陷阱当中 为主做大的工作呢 那些时候我们会想 我们没有像Billy Graham那样 向成千上万的人去讲福音 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 其实呢 我们这样比较的时候 我们发觉 我们不是服侍神 我们是服侍自己的ego 我们想在人面前更加的伟大 但是圣灵的工作 是一种修补 一种的徒野我们 一种呢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有神的kindness goodness 在我们生命当中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折制 不靠着圣灵 人没有办法得到 所以我们要随时配合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继续说呢 我想几次现实的提醒 教会 我想在实际讲到呢 教会想增长 我相信呢 大家都想增长 教会的增长呢 通常呢 我们用人数去量度 或者有更多有本事的人呢 可以去服侍 所以每一个新的人来到呢 我们很快想留下教会 然后就去服侍 有些人说呢 我很怕见到牧师 牧师见到我就说 你做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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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去栽培这些人的 盛情品价 我觉得 在有本事而没有生命的服侍呢 是会带来什么呢 质道纷争 教会 为什麽有困难呢 因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功能式的事 我们呢 人在这儿斗力 如果我没有 这个人呢 能得到人的喜好的时候 喜爱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排斥的作用 我们不想他在这儿 所以我们呢 会感到呢 很多不必要的措施 和教会的分裂 因为我们人呢 没有注重这个生命 先有果子 然后呢 才能够祝福人的服侍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 请大家记住 我也是很紧紧的记住 我们先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有没有生命呢 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 可能大家信主有十年 二十年 或者很长的时间 或者你信主只是很短的时间 无论如何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 和我初信主的时候的比较 我的生命的品格 品质 有没有进步呢 有没有更加像主耶稣呢 就是说呢 我的生命的品质呢 是退步了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果子常存的意思呢 我想讲讲 常存这个字 常存是有永恒的价值 有一个冠冕可以迎见神的 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呢 没有常存的意思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 他在中国出来 他们这里 那时候我在湾区住 他就帮我说 他说我们教会 他在深圳的教会 搞了很多活动 搞完了之后 他感叹到 咦就是这样了 过了了 忘了一轮呢 过了了 没什么了 好像很虚陷 很厉害的 他的感叹就是 没有一个常存的意志 另外一个常存的意思就是 跟着我们后人呢 跟着我们脚中的人呢 他们也都能够结果子 併要神 所以没有果子的工作呢 但是第三点就是 搞活动 很快就会煙烧人灾 虽然有暂时的光芒 但是过后呢 没有一个纪念的价值 我们感谢神 我们所做的事 有常存的价值 常存呢 是被主所纪念的 常存呢 不受时间的限制 今天呢 很多的事呢 我们发觉是没有常存的价值 每天呢 你做很多事 又觉得你不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呢 是没有常存的价值 神纪念 常存呢 是一个秘诀 结果之的秘诀呢 好像我们呢 去种野那样 有些人说呢 有些人说呢 他有Grim Thumb 就是这个 种野很厉害的 那个秘诀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恒心不放弃 按时淋水 按时修剪 到时就有修成了 我们的生命呢 每一天 不要放弃 恒心 给圣灵去修改我们 我们配合圣灵的工作 加勒太师说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 就要修成了 哥林多前圈呢 讲到灾种 和梟冠 保罗 落了种了 这个阿波罗呢 在那里淋水梟冠了 但最终生长的呢 就是神 我们呢 不可以呢 是担保 一个 事情的成就 是怎么样 我们培养一个人 好像那些小朋友 我们呢 自小培养他 给他上主学 给他呢 有好的环境 但是我们不可以担保呢 他长大之后呢 是一个属神的人 但是这个 修成这个果子呢 是神自己最后来 使他生长 使他结果 我们的责任就是 配合 圣灵的感动 如果我们不去配合 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去淋水 我们不去囂观 我们不让我们的心灵呢 更加像主耶稣 我们不亲近主的话 我敢写包单 我们必定呢 不会结出生命的果子 所以求主呢 帮助我们 配合圣灵的感动呢 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 啊 先说 我们重复说一样呢 圣灵第一个工作 是使我们重生 责备我们 为罪为义 为审判 第二个工作呢 就是圣灵呢 是帮助我们 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生命呢 更加像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讲到呢 第三点呢 讲到圣灵的恩慈 很多的所谓 定恩派的教会呢 他们很着重呢 是圣灵的恩慈 但是没有呢 着重呢 头那两点 是比呢 因为我们是圣灵所生的 保着重呢 我们被圣灵的责备 圣灵的感动呢 第一个感动呢 不是呢 叫我们呢 有恩慈的方言 不是 第一个感动是什么呢 我们知罪悔改 第二个感动呢 继续的 是帮助我们呢 有主耶稣基督的品格 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说到第三样呢 的事呢 就是圣灵的恩慈 圣灵给我们的恩慈呢 是用我们去服侍其他人 用不同的恩慈 同心协力的建造基督的身体 以图所书第四章 一个很出名的金句 这里呢 圣灵所赐的 圣灵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 有牧师 和教师 为要承传 圣徒 这里可以说到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值得到我们众人呢 在真度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掌成的身量 保罗那些据法呢 有时是很长的 那段落的意思是很长的 有时我们会很容易失去 不明白 总括来说 圣灵给人有不同的恩慈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 有牧师 有教师 为了什么目的呢 是承传圣徒 使得他们每一个人 都发挥他们自己 individual的一种功能 在真度上 同归于一 能够认识主耶稣 认识是说到 亲近主耶稣 一种感性 理性上的认识 和他有相交的意思 叫整个的教会 和我们自己 都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新量 即是说我们有一个 能够去接受 主耶稣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好像我们婴孩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吃干粮的 我们不可以吃其他东西 我记得 有些小朋友出生 以前我木会的时候 有些夫妇 他们有一个新的婴孩出生 我记得有一个 baby出生 很重 十磅重 我就跟他父母说笑 我说明天大了 牧师一定会带他吃 all you can eat 普菲 但是当时 他虽然十磅 也是在吃奶 不可以吃我们的普菲 我用这个例子来讲到 我们初生的婴孩 是要慢慢长大 甚至有更大的福气 是给我们的 这些福气好像我们能够 我们像主耶稣 这些是很大的福气 很大的喜乐 要我们长大之后才可以 所以圣灵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这里讲到使徒先知 这些话 就好像他们这样 严格来讲 见过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亲眼见过跟从耶稣 才叫做使徒 所以保罗他称自己是使徒 很多人都质疑他 但后来保罗他也说了 他是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的 但今天严格来讲 我们再没有使徒 但有些人 仍然神给他们 有使徒的职份 使徒做什么呢? 是去建立教会 一生摆上奉献给神 所以每一个使徒 叫我们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 当然犹大不在内 每一个 这些圣经的历史学家都说到 都是为主殉道的 有先知 先知是发言人 帮神讲话 向人讲话 传递神的话语 有传福音 把这个福音传给大家 都明白 有些人在讲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去听 有这样的恩赐 就信主了 做了修葛的工作 当然有牧师和教师 这是两个 好像interchangeable 牧师和教师 去教导 去牧养教会 神给这些人 有这些的恩赐 为了我们能够 和心脅力 来到去 兴奉福音 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想特别可以说 恩赐是圣灵 随着他自己的意思 分配给不同的信徒 是一种的祝福 所以恩赐的多少 或者恩赐运用的时间的长短 或者恩赐运用的领域 在哪里运用呢 都是按照圣灵的时间 按照圣灵的分配 人呢 不可以强求的 神给我们突然一些的时段 有特别的恩赐 是一个需要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好像讲方言那样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帮我说 他说他很奇怪 他有一次去南美洲那里 去传福音 去参加会议 是讲西班牙话 他说去到那时候 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就是这些西班牙的人所说的说话 他说David 很奇怪 我明白了他们所说的 但是圣灵没有给我的恩赐 我可以说Spanish 但是我明白了他们所说的说话 他说当我回到加拿大 当时我在加拿大住 他说当我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就停止了 我明白 圣灵再没有给我们这种的恩赐 因为不需要用 所以圣灵很特别 他给人有不同的恩赐 我觉得这个方言是特别用别角的说话 是讲他们的话来传福音的 是一个很紧急的需要 神按照那个时间是给我们的 有些人好像有医病的恩赐 但是不是每一次圣灵都给他 是特别的时候 特别的时段 神给他有这种的恩赐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恩赐不可以强求 神什么时候 主耶稣 圣灵什么时候给我们这种恩赐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感谢神 第二 恩赐不是荣耀自己的 我觉得人最大的软弱 或者最深层 一个最隐瞒的罪是什么呢 没有将荣耀归给神 是归给自己 所以主刀文里面最后怎么说呢 他将荣耀 但愿权并荣耀都归给神 这是讲到一种荣耀归给神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没有让荣耀归给神 我们用我们的恩赐 来是荣耀自己 没错 有些人是有神的恩赐 但是他没有谦卑和荣耀 没有去服侍其他人 所以是别人得福 好 第三个我想说 恩赐是没有分大小的 不是这样的恩赐 比那样的恩赐是重要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恩赐是少一点的 圣经里面讲到有些是服侍人的恩赐 服侍人 服侍人恩赐可以说 他很懂得去照顾人 很细心去服侍人 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做的 所以这个恩赐不是分大小 我又见过有些的人 特别有讲道 有口才的牧师 有时候都是创了运用的恩赐 我记得有一位牧者 牧师说 如果你想请我去讲道 如果没有300人以上 我都不会理 我听了这个话 我很傷心 原来他是用他的恩赐 去荣耀自己 我们人有这个软弱 我们想用神给我们的礼物 恩赐是将荣耀归给自己 这个是拜偶像的罪 因为拜偶像是为自己去做 我们没有将荣耀归给神 第四天我想说 教会整体的成长 教会整体的成长 是每个人都运用他的恩赐 是同心 是合一的配搭 有些人是在前面 在公开的 有些人是在背后的 一天我看了一个Documentary 这个Documentary 讲到一个飞机为什么会爆炸 以前是这个DC-1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这架飞机 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DC-10 有一次这个飞机在土耳其爆炸了 升空没多久就爆炸 那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那个入油的人 就不懂英文字 他入油之后 将飞机入油 他就不懂得盖上盖 就是没有封闻了盖 以至飞机飞上去的时候 它的电油就洩漏了出来 就爆炸了 一个很简单的事 就是没有盖上盖 可以引起整个飞机的爆炸 我就想说因此 你以为一个最小的因此 可以引起来 如果我们不尽心俗的时候 教会就不会成长的 教会就不会得到一种的兴旺 因为我们没有尊重 没有尊重 没有尊重神给我们恩赐的职守 恩赐没有分大小 也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有所有的恩赐 我记得我在Florida 做个开方教会的时候 我都为主大发热心的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牧师 全都只有我一个 教会里面很多大小的事 我就想说不如我做完算数 做完算数就挺好的 其实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意念就是 我什么都可以 我是万能的 我想得到人的清责 后来好久我太太提醒我 她说其实你这样是不忠心的 因为你第一个事要做的 就是预备好你做牧师的职份 你好好预备讲章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只是分心去做一些 其他人都可以做的事 你走去洗厕所 用很多时间 整个教会的建筑物 这个不是神叫你做的事 你没有运用你的恩赐 专心去做神给你的工作 后来我就明白了 因此鼓励弟兄姊妹分工合作 结果教会就开始兴奉 大家做不同的事 很欢喜快乐地去服侍神 所以我说到这个 是能够运用圣灵的恩赐 一个照明的人生 所以今天讲一个总结 一个照明的人生 是蒙主简选 各着有意义的生命 不知道大家觉得你一生开不开心呢? 有时候我在思想 我们一生错失了很多机会 很多时刻 我们不是过照明的人生 我们没有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能够认识圣灵分配我们有什么恩赐呢? 这个过程和一种的蒙照的人生 所以认识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需要有其他电影节目的认证 认证了之后 我们知道努力去发展 就是我想说的 恩赐是需要努力不懈地去发展 不是放在那里就算做 像神可能给你一个有音乐的喜好 恩赐 用一个例子来说 你要去发展 有很好的进步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进步 但是可惜很多人 只是停留在一个开始的阶段 他认为神给他有那种恩赐 可能神给你的恩赐去领茶经 但是你没有好的运用 没有好的研读圣经 这个就是没有发展神给我们的恩赐 你生活想说 我们把握珍惜机会 去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第四个人说 我们不要跟人比较 然后教会成长 教会成长 是每个弟兄姊妹 同时感受到那种成长的喜乐 我们能够过一个照明的人生 今天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那个照明的人生 就是神呼召我们 在哪方面来到去发展 在哪方面来到去服事 我们一生终于是主给我们做的事 总结就是说 天国虽然很艰辛很难行 但是是一个德性的喜乐 这句声音都是最近我看奥连巴克的时候 奥兰巴克运动会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德性的喜乐 很多喜乐是什么喜乐呢 一种很安职的喜乐 安输的喜乐 我们说跟从主虽然很艰辛 为什么艰辛呢 违背我们人性的 跟从主为什么很艰辛呢 因为我们人喜欢讨论其他人的喜乐 其他人赞赏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不记得了 我们真正要得到的赞赏 是神的赞赏 所以跟从主呢 无论是得时不得时 人生命里面 有两种的情况 一种是得 一种是失 我们中国人最怕失 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我们发觉很不舒服 你有钱不见了钱 哇 有健康不见了健康 有子女不见了子女 哇 那种的失是很害怕的 但是神给我们两方面 得与失 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堕落呢 因为我们得到很多 得到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我们有健康有财干有财富 什么都有 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懒惰了 我们就不记得艰辛之路 所以我们说这个天国的一个艰辛的路呢 因为是神给我们一场的考验 一种的竞赛 这个比赛不是跟其他人竞赛 是跟我们自己的竞赛 这些考验是出于主允许的 主安排的 但是大家记得 罗马书8章28节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可以说这个考验就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呢 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到 虽然得 虽然失 无论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我们是爱主的 我们得到主给我们的益处 赞赏 这个益处是一个秉行的冠冕 秉行得到神的清诈 路虽然很艰难去行 但是我们知道 是一个得胜的喜乐 如果大家没有去试过赛跑呢 我相信我们不会经验到 最后来我们有一种胜利的喜乐 我们今天看到他们 是从他们高兴 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人去不了 但是那些家里看的人 哇 那些乡亲父老 旁边屋的人 看到他们所爱的运动员 他们自己的儿女亲戚 竟然得到奖牌 哇 他们开心得不得了 这种一种的得性的喜乐 神给我们的喜乐 不是一种很肤浅的喜乐 是一种得性的喜乐 是一种得性的喜乐 不敢回答主耶稣 他说主耶稣你知道我爱你 我不清楚自己爱你有多少 今天神要考验我们 我们走这条天国的泽路 是经得起考验的 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 一个生命的冠冕 一个荣耀的冠冕 一个永恒的价值 等于我们每个人今天 信从圣灵而行 大家记得信从圣灵 其实我们愿意信从的时候 很简单 因为神必成就大事 神必作功 他知我们很简单的 甘心乐意的信从 跟从主的脚踪 将我们自己放下 我们自己的脾气 我们自己的意思 我们自己的计划 完全放下 我们交给神 我们每一天 每时每刻 都听到圣灵 在我们心当中的人灵 圣灵用圣经的话语 圣灵用弟兄姊妹的圈灵 圣灵用很多人的生命的见证 在我们证明 在我们里面 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 要我们行这个天国的扎路 我们不会灰心 不会丧胆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耶稣 感谢你 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 今天讲到圣灵的工作 感谢你 因为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可以重生 我们可以悔改 可以知罪 感谢主因为圣灵 在我们心当中 不断地感动我们 叫我们多结果子 叫一些常存的果子 叫父神得到名要 我们感谢圣灵 因为你帮助我们 有不同的恩赐 都是为了建造教会 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们中间 可能有人是一只手 一只脚 一只眼 一只耳 一只鼻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我们合一起来 我们才可以 承传基督的身体 主要是我们爱教会 爱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 虽然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有时我们会 看小他们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 需要教会分裂 需要神得不到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去看察别人的需要 用我们的恩赐 才干 不是去荣耀自己 而是去服侍其他的人 让他们每一个不同的肢体 都能够更加认识主 爱主 多结果子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我的灯需要有求 求恩主上次 使我灯不断放光芒 我的灯需要有求恩主顺慈 使我发光一直到天亮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 歌众救助作幻皇之王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 歌众救助我郡王 我的心需要住每天此喜乐 使我心靠住能欢唱 我的心需要住每天此喜乐 使我欢恩歌唱到天亮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 歌众救助作幻皇之王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 歌众救助我郡王 我的心需要住每天此平安 使我心靠住能安静 我的心需要住每天此平安 使我能安息到天美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 歌众救助我郡王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 歌众救助我郡王 我的心需要住每天似人爱,是我工作服侍他人。 我的心需要住每天似人爱,是我始终不断服侍人。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歌众救助作万王之王。 唱我神啊,歌众耶稣,歌众救助我冠王。 ,我身可以载你身族。 在奉献之前,让我们一同的讨告来到了神的面前, 我 indicative,这是我特意的讨论。 亲爱主,感谢你一直对华英有足够的供应, 让我们一无所决。 感谢你也保守华欣的弟兄姊妹 在生活上 都是能够安稳 为此我们时刻的献上感谢 相信 同时的也都让我们能够去反省 我们时刻的感恩 是不是只有停留在舌头上面呢 如果是的 或许我们已经堕落在懒惰 安逸的里面 主啊 祢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 来跟随祢 我们要走这条天国的路 这条路是窄的 是艰难的 要为祢受苦的 神来感谢祢 你同时的应许 你会有足够的供应和保护 贵的 就是能够跟你来到同行 去经历 在信仰里面各种的真实和宝贵 也都让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面 不是只是停留在起初的阶段 让我们能够去成长 满有基督掌承的新娘 和我们能够在真度上同归于一 主啊 赐给我们有愿意的心 也都阅纳我们在祢面前所献上的奉献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接下来是家事报告 下主日讲完是奇卫强牧师 成为奇牧师新心灵 和预备讲章代讨 由今周开始 崇拜时间已经恢复到9点45分开始 在一时间11点半 也都会开始我们新一季的主一学 在家里的弟兄姊妹可以用Zoom上课 而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会在现场上课 主一学由Vita姊妹带领 研读以斯拉记 课程是由9月12日至10月27日 一共有七堂的 请弟兄姊妹拥有参加 今天报告到这里 请大家一起中读9月份的金句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约翰福音第三章五节 年明明六祝天天意人包围你 做你想他刮信心的路 每日没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 尝贪爱 尝欢喜 我们一场领受主给我们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无穷 你的恩典 愿圣灵在我们心中这个爱的感动 一个信服神的感动 愿神的恩惠 慈爱 继续引领我们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